美国中部地区恶劣天气已造成5人死亡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4月28日报道 美国中部地区连续三天遭遇恶劣天气 包括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在内的4个州 遭遇了多起龙卷风袭击 现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4个月大的婴儿 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凯文斯蒂特当日表示 风暴已造成该州至少4人死亡 该州有12个县目前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报道称 26日晚在爱奥瓦州因龙卷风受伤的一名男子 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爱奥瓦州州长雷诺兹28日视察了该州受灾城镇 并启动了紧急政策 根据报道 德克萨斯州、路易斯安纳州、俄克拉荷马州、阿肯色州、密苏里州、 堪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有超过2200万人 在28日面临暴风雨威胁 另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 POWEROUTGE.US发布的数据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8日16时 美国此轮恶劣天气已导致德克萨斯州超2.9万人 俄克拉荷马州超2.1万人断电 下午我们下期再见 2enden 2 220 1 感谢观看